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美军再度出动独家战机进驻韩国。 这一军事动向很快引发各界关注,特别是在半岛局势再度出现不稳定迹象被顶下,对于美国突然增兵半岛,可能引发地区局势紧张的担忧情绪开始慢些。 4月1日就韩联社报道,虽然半岛局势此刻非常敏感,但似乎并不影响美国分兵半岛的心情。 美国太平洋战区海军陆战队司令刘易斯·克雷·帕洛塔,在首尔出席韩国海军陆战队。 成立70周年研讨会时公开表示,3月份里已经有包括鱼银在内4种型号,共计14架美国战机部署到韩国。 他们的任务是在半岛实施特种演习,以促进美韩特种部队间军事协作与信息交流。 对于美国此时如此大规模增兵韩国,国际社会几率高度关注。 因为经历过一段时间缓和后,由于美国对半岛事务不切实际的强硬要求,半岛局势又开始变得非常敏感。 有舆论认为,美国此发达脚演习旗号增兵半岛,很重要目的是强化自身在半岛事务中存在感,从而是自身在未来半岛事务处理过程中,不至于被边缘化。 事实上,美国此时突然向半岛地区增兵,除增强地区军事存在目的外,还有着别的考虑。 一方面,美日与美韩,关于当地驻扎美军费用分担谈判,已经或即将开始。 美军大批战机进驻半岛,既可以向韩国施加压力,迫使其在驻韩美军军费分担比例谈判中让步。 还可以向日本施加间接压力,日本造成心理冲击,从而在即将开始的驻日美军军费分担比例谈判中占据优势。 另一方面,近段时间,在诸多国家努力下,整个东北亚局势都出现缓和迹象。 然而,从长远看,东北亚地区形势缓和有损美国利益。 因为没有紧张局势刺激,韩日等国就会尝试减少对美国安全依赖。 如最近文财因政府频繁调查,韩国军工财宝与美国进行的诸多交易中,武器零部件价格问题, 这对美国而言绝非好事。 所以,利用增兵来推动地区局势紧张,可以使韩日等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地区国家,不得不回到了依赖美国的轨道上。 此外,美国此举也有着向俄罗斯示威之意。 叙利亚内战中,俄罗斯占尽风头,而习惯与唱主觉得美国却非常狼狈。 尤其当俄图等地区国家联手要求美国从叙利亚撤出非法驻扎的军队时,美国可谓延连扫地。 虽然事后美国此小台阶,发布一个不参与叙利亚战后重建声明,但稍有见识者就会知道,即便美国想参加也不见得有机会。 吃这么大便,美国当然不甘心。 突然在半岛地区增兵,有着鲜明后路包抄俄罗斯意图,搅动东北亚局势,令俄首尾不能相顾,不可否。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半岛,乃至东北亚安全局势,都和美军有直接关系。 美军动作多则局势紧张,美军动作少则局势平缓。 美国此次高调出动14架战机进驻韩国,也正是想继续用这种方式,影响地区局势。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持续平软,美国以破坏地区局势为代价,为自己换取发展机遇的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抵制,传统方法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即便美国仍是全球当之无愧唯一超级大国,可总做这种破坏地区稳定的事情,恐最终会被国际社会抛弃。 感谢观看。